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用的一些望龙 来龙要望 望向 使龙 修龙 求龙 为凶 目的就是用一些大吉大利的龙 避开一些修丘 死觉的龙 这是目的 那么光知道的格龙 我们把这个格龙学了以后 我们要知道什么龙是吉 什么龙是凶 那当然在我们立下的时候 就要用这个望向的龙 就是说大吉大利的来龙 那么二十四三立下格龙 要结合着一起用 那么有的雷龙是放的 是吉的 那么二十四三下面还有封经 那么如果封经是凶 也不可用 那么封经是吉 雷龙又是凶 凶意思就是修丘死觉的龙 也不可用 因此呢 二十四三第一排正中的格龙 立下 封经 还是结合着一起用的 我们现在呢 讲了二十四三的阴阳属性 又讲了这个格龙 那么格龙讲来以后呢 我们要接着讲了封经 那把这个封经讲来以后 你最少呢 就要会格龙 立下 封经 把这三个呢 结合着一起呢 去应用 去呢 趋吉避凶 那比如说 我们在格龙里面 首先我们说这个二十四三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仁三 对吧 那么仁三下面呢 它分了这个三个格 对吧 三个 那么每一个二十四三呢 它总共是15度 15度 那么这个格龙呢 每一个格是5度 15度 那么我们要知道 对吧 那么仁三下面呢 有鬼害 鬼害是水龙 那么鬼害龙呢 鬼害龙是大吉的龙 对吧 那么中间的这一格 是空王龙 空王龙呢 就是大凶 空王龙是凶龙 大凶子龙 那么第三格呢 是夹子龙 那么夹子龙呢 是金龙 夹子金龙呢 也是凶龙 也不可以用 这是我们 我们在二十四三 下面分的 那么我们知道了 鸡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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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面呢 还有封鸡 封鸡 那么封鸡呢 就是把每一个三呢 分成下等的 五个格 一格 两格 三格 四格 五格 一二三四五 那么这个 就分成一个五个格的 那么五个格呢 一字就是 鸡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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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封鸡 它每一个格呢 又在的是三度 三度 五个分镜 也是三五十五度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鸡胸 每一个那是五度 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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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这度数搞清楚 周天的度数 那么我们在这个 立下 这个分镜里面呢 我们知道 分镜呢 只有 又 比定更新 那么 那么 这个分镜呢 是 一害分镜 几害分镜 毁害分镜 啊 那么这三个格呢 又是不可以用的 啊 不可以用 啊 我们 讲外这个格隆 我们讲分镜的时候呢 啊 就会给大家详细的讲 啊 一百二十个分镜 啊 哪些分镜是极啊 哪些分镜呢 又是凶啊 啊 为什么是极啊 为什么是凶啊 啊 那我们现在要看 那么 那么 障害分镜啊 啊 虽然他的障害的分镜呢 是极啊 啊 可以用 但是呢 他这个格隆来的这个 这个分镜啊 啊 那么 幽为凶啊 因此呢 他也不可以用 啊 也不可以用 我们看看 那么 啊 72格隆里面的 这五度的分镜 啊 是极 啊 那但是呢 他五度下面呢 有三度 啊 这里面呢 是三度 啊 三度 他的分镜呢 又是凶 啊 因此呢 这边的三度 也不可以用 啊 我们看看 他总共是五度 啊 现在有三度的分镜是凶 啊 不可以用 啊 有三度 啊 我们把这 不可以用 啊 因为他的分镜是凶 那么 鼎害分镜 那么 鼎害分镜 我们看一看 格隆总共五度 啊 现在呢 有三度是不可以用的 那么剩下的 啊 只有两度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 那么格隆里面 剩下的只有两度是几 啊 那我们说这个 风镜呢 有三度 其中风镜呢 有三度 啊 一度呢 又站在这个空王龙 啊 一度呢 又站在这个空王龙 啊 那也就是说 顶害分镜呢 只有中间的两度 可以用 顶害分镜总共是三度 啊 那么有一度呢 它是在这里空王龙的 站在空王龙的一度 啊 因此我们真正能用的 就是顶害分镜的 这两度 啊 这两度 啊 我们看一看 那我们通过呢 格隆 风镜 以后呢 那我们通过呢 格隆风镜以后 啊 找出它的极的范围呢 就是这两度 啊 那么这两度的范围就是 雷的龙也是极啊 那么风镜也是极 所以我们在立项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 要找这个极的这个度数 那周天呢 三百六十度 啊 要找呢 周天对应的 三百六十度 啊 所以呢 啊 大家现在先不要急啊 啊 我们现在呢 直角的上面是格隆 鸡胸啊 下面呢 还有风镜啊 那么格隆的风镜为极 风镜的风 也是为极的时候呢 我们才可以 立下 啊 你才考虑立下 如果你连格隆的极胸也搞不清 你连那个 风镜的极胸也搞不清 就是那你立下 啊 用什么力 那么格隆的极啊 就是要称僧气 称妄气 称妄气 称相气 妄相 啊 啊 称妄之气 对吧 那么风镜呢 也是要用极度的风镜 啊 用极度 啊 极的 你不要用凶的 那如果用凶的 那你还要这个格隆隆风镜 立下 对吧 又能干什么 所以 我们先把这个格隆极胸搞清楚 啊 再下一步呢 我们就搞这个风镜 啊 那风镜呢 或格隆呢 它都是在第一排正争的二十四三 啊 第一排正争 啊 正争的二十四三 啊 啊 我们经常说 啊 第一排正争 啊 第一排正争 啊 风镜啊 或者主要的说就是 格隆风镜立下 啊 首先那些 啊 要看这个格隆的 啊 格隆的目的 啊 就是要用这个思云 啊 思云之气 啊 啊 那么风镜 啊 啊 也要用这个极度的风镜 啊 极度度数 啊 那么把这两个搞清楚以后 啊 你才考虑啊 立什么像 啊 才可以考虑呢 立什么像 啊 正像 尖像 啊 那么左尖右尖啊 还要看能不能尖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才能 啊 真正的啊 去给人家立像 啊 才能找出这个极度在里 那么如果你呢 格隆风镜啊 连这个极性的度数都搞不清楚 啊 那你给人家怎么找 啊 找出来呢 那种立的像呢 啊 啊 就会有折扣啊 也就说不急 啊 也就说不急 啊 那么上一节课 我们讲的这个人塞 子塞 鬼塞 啊 他的这个龙的吉凶 啊 其中呢 人塞下的三颗龙 啊 呃 鬼害龙为吉 啊 空王龙为凶 啊 甲子龙为凶 那么子塞下的 啊 呃 啊 啊 这个吉少啊 啊 这样的一条龙啊 啊 他也有吉的地方 啊 也有吉的地方 啊 啊 啊 因为它是精生水 啊 那么 虽然说是 生命之为修 啊 但是呢 它是为硬 啊 力可加 一行 对吧 那么我们今天课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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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丑三下 啊 丑 啊 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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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丁丑呢 呢 水龙 我们说这个 水 啊 它是六十加之那应五星 丁丑的那应呢 是水 啊 意思呢 叫它水龙 啊 甲乙 丑丑 丑在这里 紫囚 金木水 啊 它是水龙 啊 那么它本身这个山 啊 它是土啊 那么水土同工 啊 那它就是 当令子儿貌 当令子儿貌 啊 它这一条望龙 吉龙 啊 当令子儿貌 那也是呢 它是一个吉龙 大吉大利的条龙 丑在下面的丁丑龙 啊 是吉龙 也是说啊 丁丑是吉龙 丁丑是吉龙 丁丑 丁丑是吉龙 富贵有床久 丁丑是吉龙 啊 丁丑是吉龙 吉的主要表现在啊 啊 丁丑是吉龙啊 啊 丁丑是吉龙啊 啊 丁丑是吉龙啊 富贵有床久 啊 啊 竹是乐如荣啊 啊 竹是也就是所有的事情 啊 啊 竹是乐如荣 啊 啊 这就是 啊 楚三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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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条龙呢 是吉龙啊 啊 吉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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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吉龙呢 是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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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 mortality發以北到戌五脊啊 啊 啊 もう我到德州啊 啊 好一遍des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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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土 生裂着熊 生裂着维修 也就说在二十四三 十二弟子 这就是下面的这条龙呢 我们上次讲 它属于鬼甲图王 也就是火坑 因此呢 这条龙呢 它是凶龙 这条龙呢 它是凶龙 它在的是火坑 鬼甲图王 鬼丑的龙的气 直接出了 楚山的中心 正中心 也就是说 极丑是凶龙 极丑是凶龙 又上北师凶 不可以用 你把这个预算呢 你家里面的事情呢 都是发修的 发修的 那么发修呢 主要表现是 风天 风风天天的 出去去风的 风风天天的人 风天最可怕 你看你用这条笼 出一些风风天天 非常可怕的 背诀 还有一个就是背诀 风天天最可怕 风天天最可怕 背诀 只可怜 或者说的 背诀 背诀 时刻痛 这就是 二十四三的 楚三 正中间的 这条龙 火龙 也叫极臭来龙 六十家族的 极臭火龙 极臭是凶龙 你把它用上 背试凶 所有诗目都发凶 其中呢 风天最可怕 风风天天 这样子 背诀 是可怜 意思呢 这条龙 是绝对不可以用 绝对不可以用 这是 丑三下面的 正中间的这条 鬼加空王 雷龙 是凶龙 凶龙 那么他呢 第三个 第三个呢 是兴臭龙 兴臭 我们看一下兴臭 甲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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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丑三没土 那就是 刀链子旺 刀链子旺 那是一个 鸡龙 对吧 刀链子旺 大鸡子龙 新土 新土龙呢 是大鸡子龙 大鸡大鸣 大鸡大鸡子龙 因为新土是土龙 它的那一五行是土 又在呢 丑三 丑三没土 所以呢 是当令者化 它呢 当令 当令者化 意思说 新土原来是鸡龙 新土原来是鸡龙 那个新土原来是鸡龙 到了三十岁 三十富贵 大新龙 你到了三十岁 你就是 大富大贵 大富大贵 到了三十岁 也就是诸年 因此呢 新土土龙 是当令者旺 是一条旺龙 因此说 新土原来是鸡龙 三十富贵 大新龙 人才六序 竹四集 人才六序 竹四集 那么家里面是 人才背处 六序兴旺 也就是说 牛羊满眷 牛羊满眷 千丝外室 都送 千丝外室呢 送风送水 送风送水的 那么子孙孝顺 子孝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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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贵场 长久 一代一代 又一代 看几代人呢 一代一代富 子孝孝顺 富贵场 也是呢 它是一条旧龙 新丑 那么这个呢 就是 丑山下的 三条龙 丑山下面的 三条龙 分别为 丁丑水龙 为吉 然后呢 吉丑火龙 为凶 可是 鬼甲空王 也是火坑 那么 新丑土龙 大吉大利 大利的旺 大吉大利的龙 因此呢 我们在这个 格龙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你要搞清楚 不仅要搞清楚 它的吉 胸 还要搞清楚呢 它的命质 那么丑山下面 第一个格 那丁丑 五度是吉 而中间的 这五度呢 是胸 那么第三格 星丑 五度呢 大吉大利 这是 丑山下 这个三条龙的吉凶 我们再看这个 梗 梗三 梗三 梗三为头 那我们再看一下 梗三 那么梗三呢 第一条龙 就是鬼丑木龙 鬼丑 鬼丑 假以北定物极 更新人鬼 对吧 然后是直丑 金木 他是木龙 木龙 那么我们看一看 那么鬼丑木龙 那他就是 木刻土 那么刻令子 我们看 那么刻刻令子 为丘 刻令子 刻令子为丘 意思呢 他那条丘龙 丘起来的龙 为丘 那么梗三 熟土 现在木类刻土 他的令 是土 现在呢 是刻令子 木类刻土 刻令子为丘 为丘 那是一条熊龙 是一条熊龙 一致我们说 鬼丑来龙 鬼丑呢 鬼头龙肉 是孤须 那么鬼头龙肉 是孤须 饭的孤须 饭孤须 他不可以用 他是凶龙 那么这样的龙 你战后 战后 怪贼 战后 怪贼 有不凶 也就是说呢 容易发生一些 怪贼 他是凶 修呢 主要呢 就是用的这个 当怪的 容易呢 出现问题 发生灾难 发生了怪贼 主事不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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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事情 这就是外事主义 这个呢 是外事不如意 相反的 那么主事不如意 重防 结不凝 就是一二三防 重防 结不凝 就是不安凝 七四八四 不安凝 那么它是木龙 那就是 黑魔未年 发生在呢 黑魔未年 来应验 也就是说 水用引发的年代 就是黑魔未年 猪年 兔年 或者是羊年 来应验 由此呢 这条龙 那么耿赛 下面的第一个龙 鬼丑木龙 为凶 为凶 那么凶的 也为何事 在呢 孤虚 关于呢 孤或虚 我们在二零一半年的课程呢 做过呢 详细的介绍 那么关于孤虚 妄相 鬼甲 孤王 等等 我们在这个 一比二十封建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做一详细的介绍 葬后 关在 有不休 这样的龙 如果你葬 来山 坐山 或来龙 你葬了以后 只应该 葬了以后 关在不休 关在不断 主事不如意 主事不如意 中方 劫不宁 不怪老大老二 老三老四 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方 不得安宁 那么主要呢 就得 黑毛未年应 或者得黑毛未年 顺用的引发 就得黑毛未年 这是 梗塞下面的第一条龙 第一条龙 我们再看梗塞下面的 中间的第一条龙 叫做空王龙 梗塞下面的 中间的第一条龙 就是空王龙 那空王龙 就是大学之龙 大学之龙 你就不要用 大学之龙 那么大学之龙 那么除了我们正常的 一般的民间的 阴阳宅备用 其他的呢 我们昨天已经讲过 人多的地方可以用 政府机关 学校机关待避 或者是菜市场 楼塞这个庙 庙宇 对了 或者说这个 教堂 尤其是教堂 他用这个呢 是非常急的 我们一般的阴阳宅 你就不要用 他的一大凶 大凶 因为他是空王龙 那么这个空王龙 就是胸 我们再看 饼银龙 饼银 第三条龙 是饼银龙 甲乙丙丁 饼在这里 子头 银毛 金木水火 饼银火龙 那么饼银呢 是火龙 我们这个大凶 这是土 火生土 火生土 那就是生令者 生令者 生令者 修 那么生令者为修 那么也是以这个修来用 他也是这个修容 以修呢 来断 代表这个修呢 是小修 他有急也有修 尤其是这个修 他有急有修 一般的情况下呢 他是修多吉少 他有修有急 但是相对来说呢 修多吉少 修多吉少 意思呢 他说 饼银 饼银火龙 饼银气肉 穴平常 如果是饼银 如果是饼银雷龙 那么这个修呢 就是平常 饼银气肉 穴平常 即时发复 即时 发复 也不常 这就是他的局限性 饼银雷龙 饼银气肉 穴平常 即时发复 发贵 世界不得长久 世界不得长久 意思呢 他是一个 凶多吉少 这样一条龙 他发复的世界不长 可能一代人 到下一代人呢 就向着相反的方向 去发展 也就是说 事情 走之后 我们想象的方向 必道而驰地 发展 所以有什么问题 Z G X 3319 我们可以联系 这是饼银火龙 原则上呢 是以修路 为什么他修呢 因为他发复的 世界不长 不利于 或者我们这个 或者我们这个人的 正常的发展呢 是相反的 我们肯定都希望 每一代人呢 就是一代 各比一代强 走的是上坑路 而这个呢 他是发复发挥的 时间不长 不能长久 因此呢 他是胸 把他呢裂入胸里面 因此说 比有七入 血平常 既是发复 也不长 银武絮年中 银武絮 还能育于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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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饼银龙 饼银龙 饼银呢 是这个火龙 它大量的是土 火生土 生命就是维修 要修养 要休息 才能呢 翻载起来 因此呢 他是 虽然看了 还是一个平平常常的 但是 时间一常呢 他越来越走下坡路 因此呢 把它裂为凶龙 饼银七入 血平常 既是发复 也不长 银武絮年中 才能育吉祥 银武絮年 你说一说 十二年 才能育到吉祥 银武絮年 这一个 一个雄子十二年 对吧 那么十二年里面 他有三年 银武絮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银山下面的 三条龙 银山下面呢 是鬼丑龙 鬼丑龙呢 木龙为凶 然后呢 中间的几条龙 空王龙为凶 然后是 饼银龙 饼银这条龙呢 是一个 拜吉拜凶 但是一个凶多吉少 这样的一条龙 也以凶龙 以这个凶呢 去断 这是二十四塞的 梗塞下面 我们再看 银 那么银塞下面呢 也有三条龙 银的一幕 对吧 银塞 银塞的五行 当里呢 是木 需要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互相联系 Z G X 我们看一下 银塞 下面有三条龙 那么第一条龙呢 就是 雾银龙 雾银 家里边地雾银 雾在这里 子头 银毛 金木 水 火 土 那么就是 雾银是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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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 中水学上面是 水土同工 水土同工 那也就是说 土龙 水龙 那么按水龙去看 水土同工 如果按照土 那就是木刻土 令刻者为死 如果按照水龙 那就是水生木 对吧 那么就是 生令者 生令者为修 那么生令者为修 我们刚才也讲了 他也是一个 拜吉拜修 拜吉拜修 拜修 那么但是呢 还是以修来路 以修来路 那么他也有吉的地方 不是呢 全部都是修 拜吉拜修 拜吉拜修 因为水土同工 这样子 如果你只不知道水 你只开着个土 那就是木刻土 令刻者为死 那就是死龙 其实呢 也不然 他还有水的仇本 因此呢 是拜吉拜修 拜吉拜修 那么雾银原来 雾银 雾银原来是富龙 你看他 他有吉有凶 那么他吉的时候呢 但是吉还是多 因为雾银原来是富龙 你用了这条龙 这条座山 它是富了 可以发富 对吧 意思说 雾银原来是富龙 它是富龙 荣华富龙 荣华富龙 在在龙 荣华富龙 的条龙 荣华富龙 在在 在在的 新龙 你看这样一看 他还是以极多凶手 还是一个极多凶手的龙 对吧 雾银原来是富龙 他是富龙 荣华富贵 代代龙 代代呢 都能形容 不怪是人丁 还是这个 钱财 对吧 而且呢 他是一个 我们说水土同工 那么水呢 就是生子承年 生子承年 硬 生子承年 雷银燕 他自己叫呢 富龙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 水土同工 水土同工 这个就是 雾云里面的 金头龙 我们按照 望向 修修史里面看 他虽然是一个 修龙 但是呢 他还是一个极多凶手 凶中有极 极多凶手 那么既然是极多凶手 我们就以这个极龙去弄 那雾云 以极龙呢 去看 可以用 那么说他是这个 凶龙呢 因为他是雾 雾鸡呢 在封阶里面呢 是空王 那我们找到 二十三一比二十风筋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确定这个是极 还是可用 凶 还是不可用 因为他这是雾银 为空王 在风筋里面呢 在这空王 也就是来找这个呢 这个楼的 五度 五度里面呢 可能有 两度是极 一度为凶 那么这个 这个楼呢 它可能就是 这个鬼仇 这个鬼仇木楼 为凶 它可能有 两度为凶 一度为凶 这个呢 可能就是有 两度为凶 为极 一度为凶 再看中间的这个 梁云 物云 梁云 梁云楼 梁云 甲乙 甲乙丙 物极 歌星 甲在这里 直瞅 银毛 惊怒 它是木龙 木龙呢 就是当令而报 因为它当令 所以呢 它是暴龙 那么 虽然它是当令 它是暴龙 那么 但是 我们在这个 开开的时候 我们就讲过 二十四三 正下方 二十四三 正下方的这个 最中间的这条龙 对啊 我们叫它这个 鬼甲骨毛 因为呢 它这个气 执出了 二十四三 正中心的这个三的正中心 因此呢 虽然它是当令而报 但是呢 它也是凶龙 是凶龙 不可有之龙 因此呢 我们说 这个是一个凶龙 也就是我们说的 火坑 火坑的位置 火坑的位置 虽然它是木 或木是当令 但是它在的位置 它在火坑的位置 它又是属于呢 二十四三的鬼甲公王 十二弟子下面的 正中间的这个 鬼甲公王 它的气呢 比较高 比较硬 直出了 这个银三的正中心 因此呢 它是一个大凶之龙 大凶 大凶 因此我们说 耿云 耿云 是木龙 它是一个凶龙 大凶之龙 它是鬼甲公王 就说耿云 耿云 七入 是空王 或者是鬼甲 耿云 七入 是鬼甲 鬼甲就是空王 不可以用 账户 三六九年 分跌发 账户 账户 三年 或者是六年 三六九年 分分跌跌的就要发 发作 分跌发 账户呢 三六九年 三六九年 指的是第三年 第六年 或第九年 联系就要发作 分病就要发作 分分跌跌的就要发作 人丁败绝 最可痛 人丁败绝 直可痛 人丁败绝 人丁败绝 是可痛 因此呢 这条龙呢 是一个凶龙 凶龙 千万多俱用 因为呢 虽然是木 它是当年而忘 但它这个位置 就恰好呢 在这个十二弟子 正中间 这是一条 大修之龙 其他不要用 我们再看这个 仇狗银 银三的最后条龙 是仁银 仁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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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毛 金龙 仁银呢 属于金龙 那么仁银 属于金龙 金龙 金呢 客木 仁银 金龙 金客木 那么客令之死 那么金客木 客木呢 就是客令之 死龙 客令之为死龙 那么金银龙呢 也是一个凶龙 我们看一下 在银三上面 只有物银龙 是拜祭拜修 然后呢 狗银 大修之龙 然后呢 仁银 金的这条龙呢 金龙呢 是修龙 那就是 仁银是修龙 仁银 仁银是修龙 仁银是修龙 富贵 远离人 既没有富 也没有贵 那么富贵呢 都抬得上 那么既然富贵都抬得上 那你还用这条龙干什么 那就是凶龙 千万不要拒救 好 我们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讲了这个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人之鬼 这一节课我们讲了 仇耿迎 仇耿迎 这三个三 他龙的鸡胸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那我们下节课呢 接着再讲 甲毛仪 陈凶寺 丙武丁 魏空生 格友兴 去前黑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好 再见 好 我们这一节课呢 我们继续讲 七十二格龙的鸡胸 我们讲 雷龙的鸡胸 在前面呢 这一刻呢 我们讲的这个 凯公 人之鬼 属于凯卦 凯卦的三条龙 凯卦三个三的九条龙 每一个三条 一个卦呢 是三个三 每一个三的三条龙 凯卦 有三个三 九条龙 三个三呢 说别是 人三 子三 鬼三 那么每一个三下面呢 又吾了三条龙 我们又讲了 更卦 丑口银 更卦 更卦的三个三 下面吾了九条龙 每一个三呢 三条龙 我们知道了 它的鸡胸 知道它的鸡胸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讲 甲毛仪 叫正卦的三个三 正卦的三个三 每一个三呢 也是三条龙 总共呢 九条龙 我们先看一下 甲塞 甲塞下面呢 有三条龙 分别是甲银 水龙 中间的是空王龙 那么第三条龙呢 就是丁毛 丁毛属于火龙 如果水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互相联系 互相沟通 Z Z J X 水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互相联系 我们看一下甲塞 甲塞 甲塞是木 甲塞 甲塞它的 刀铃呢 是木为刀铃 木呢 是刀铃之塞 刀铃之塞 我们看一下 它的第一条龙呢 是甲银 甲银 那么甲铃呢 它是什么龙呢 甲银 从这里起 我们找银 子头 银毛 金木 水 那么甲银呢 就是 水龙 水龙 那么我们这个令 当令的三呢 是木 那么就是水生木 那么水生木呢 就是生令者 令呢 是木 木呢 在当令 那么水生木 就是生令者 生令者 生令者为修 修龙 那么修龙呢 原则是 就是拜吉拜凶 那么发凶 也不会很凶 但是吉 也吉不到什么程度 那么要结合 结合它的分经 去用 它是一个 拜吉拜凶 拜吉拜凶之龙 但是呢 一般的来说 修龙 也不是理想的 我们一般都取的是 望向 望向 那么修龙呢 一般的 都把它列入到 修龙里面 修龙里面 那么因此我们说 甲银 甲银是凶龙 甲银 甲银是凶龙 它这条银呢 是凶龙 那我们在 《诗诸语》车里面呢 我们讲过 甲银 代表着呢 指的是头部 因此呢 甲银是凶龙 后世 也就是后人 后世 多野病 多野病 甲银 甲银 它是凶龙 后世多野病 由呢 眼睛上的病 它是一个 败击败凶之龙 但是呢 以凶为主 就是说 凶多吉少 凶多吉少之龙 那么若见 如果见到这个 甲银来龙 如果呢 见到空方有水 若见空方水 若见空方 若见空方水 就是空方有水 那么就是 乖内收白衣 乖内 就是乖成内 乖内 白衣生 收白衣 或者是白衣生 这就是 我们说的 甲银来龙 甲山下的 第一个龙 水龙 水龙 那么甲银呢 它是一个凶龙 败击败凶之龙 但是凶多吉少 叫龙 甲银是凶龙 后世多野病 多比野病 若见空方水 空方有水 官类白衣生 就说呢 官类内呢 有生的白衣 白衣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就是 甲银来龙 那么甲银龙呢 为修龙 修龙 约则上呢 我们最好呢 选择的是 冒龙 或者是孝龙 那就是 刀银者旺 银生 者相 木刀银 木生水 木生火 火就是相龙 那么木刀银 木就是望龙 当然 也要看 二十四三的大环境 如果你这个大环境 恰好呢 就在这个 二十四三 正逐渐的这一格 那就是凶 那你就是 望龙 它也是凶 要看这个大的环境 不能呢 只看这个小环境 在大环境 急的情况下 然后呢 再看这个小的环境 这就是 格龙 封经 然后呢 立下 就这意思 那么 甲银 甲银龙呢 它是以凶多吉少 以凶没主 以凶没主 那么 空王龙 甲塞来中间的这个 是大空王 第二个呢 就是空王龙 空王龙 当然是大凶 对吧 大凶 除非呢 在人口中呢 非常密集的 政府机关 才能用到 或者是 学校 等姑姑场所 还有这个 寺庙 里面可以用 尤其寺庙 因为这个呢 空王龙 是最急的 最好的 那么空王龙 它也是凶 它不仅是凶 它是大凶 而且呢 是这个大凶 那么 如果是阴宅 阳宅 是绝对不可以 以这个龙 来中呢 去封经立下 绝对不可以 那么甲塞的 第三条龙 叫丁毛 丁毛来龙 丁毛龙 甲银 比丁 直头 银毛 金木水火 那就是 丁毛是火龙 火龙 对吧 那么丁毛是火龙 那么它这个 当令的 当令的是木 木生活 令孙子下 令孙子为下 那么下 就是吉隆 对吧 下 那就是吉隆 那么这条龙 是吉隆 这个丁毛来龙 是火龙 火又 木又生活 那大令的 是木 木生活 令孙子为下 那就是一个 一条吉隆 吉隆 那么但是呢 吉隆里面 也有大吉 也有呢 小吉 那么大吉的时候呢 那不管是 采用事业 仕途 还有后代子 还有后代子 就是丁财 人丁 财用 这方面呢 官用 仕途 都会呢 有吉 都是吉 那就称之为 大吉 那么小吉呢 它要么 可能就是 利财用 不利人丁 或者是利人丁 不利财用 利人丁 不利师徒 不利官用 那么这个呢 它属于小吉 小吉之龙 它的吉呢 是小吉 不是大吉 大利的龙 另是这种以下 那就是 丁财入龙 丁财入龙平常 丁财入龙平常 这个龙呢 是一个平常的龙 但是还是以鸡为主 丁财入龙平常 是一个平平常常 周正偏上的龙 周正偏上的龙 酒色漂流 那么就是 后世呢 是 喜欢呢 试酒 喝酒 喜欢呢 飘大 奶带 奶舵 奶舵 对吧 那就是酒色漂流 酒色漂流 奶绵羊 奶 奶 奶多的奶 奶绵羊 那么后世呢 就是 好酒 好色 好酒 好色 漂亮的生活 没有固定的生活 而且呢 而且呢 比较奶 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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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羊 蜡蜡 那是 冰龙 水火龙 那就是 鸡蜍蜀年鸣 鸡蜀 这是丁卯龙 这是甲山下的第三条龙 丁卯来龙 火龙 它是一个鸡 但是呢 是小鸡 不是大鸡 平平常长的一个鸡 平常的 丁卯剃入龙平常 酒色漂流 乃冥羊 是乃冥 不是美冥 乃冥 乃冥羊 这个呢 就是甲山 甲毛乙的甲 24山里面的甲山 甲山下面的龙 那么甲山下面的三条龙 就是 甲山下面的三条龙 其中呢 甲银龙 水龙 为凶 那么 空王龙 空王龙 是大凶 大凶 那么 丁卯龙 第三条龙 是丁卯火龙 火龙呢 还是以鸡为主 不是大凶 是一般的 周斗篇上的凶 不是大凶 那么 我们再看 卯山 那么 卯山呢 也有三条龙 分别是 吉卯土龙 兴卯的木龙 鬼卯的金龙 卯山呢 也有三条龙 那么 岁甲山的三条龙呢 它的大狈呢 大狈的也是木 嗯 那么 我们看一下 吉卯 吉卯 那么 吉卯 吉卯 夹以贝地物籍 自投荧毛 金木 水火 土 那么 吉卯呢 就是土龙 我们说这个水土同工 水土 水或土呢 是同工的 那么这个是木龙 那就是水生木 木有刻土 水生木木刻土 水 那就是森林者 那么森林者呢 为修 为修 那么为修呢 也是一个拜吉拜修 也是一个拜吉拜修 那么有的呢 他是吉多凶少 有的是凶多吉少 要根据呢 他的封经 去看 那么吉毛呢 他是吉多凶少 吉多凶少 我们就以吉弱 但是呢 他也有修的一面 也有修的一面 那说吉毛 吉毛 他是土龙 是土龙 土呢 和水是同工的 和水是同工的 所以呢 生命的 生命的就为修 修呢 就是休息 修养 等等 那么这条龙呢 他是吉多凶少 吉多凶少 就以吉段 那么凶多吉少 就以凶段 他是一样道理 也就是说 吉毛是吉龙 吉毛 是吉龙 也不是大吉 他是一个中上等 或者是中等偏上的 一个龙 那么 人才两发 人才 人才两发 是吧 一时逢 一时呢 逢厚 也就是说 你也只是一个 吃不穷 穿不穷 不愁吃 不愁穿 这样的一个光景 过这样的日子 有时候呢 说吉毛 吉毛来往 也就是说 吉毛契入 吉毛契入 是吉龙 人才两发 一时逢 一时呢 逢厚 那么 这个呢 就是我们 说的这个修 那么这个修呢 他是以吉多凶少 以吉龙路 但呢 不是大吉 是一般的 只能是一个 不愁吃 不愁穿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条路 这个呢 就是吉毛契入 吉毛契入 那么吉毛契入 是以吉路 吉毛 它是吉龙 它是一条吉路 那么我们再看新毛 那么新毛呢 我们在 前面的几节课 已经讲过 那么 二十四三十二个弟子 正中间的这一格 我们称之为 鬼家空王 那么也叫火坑 那么就是说这个大的环境 已经是凶 大环境是凶 因此呢 新毛雷龙 虽然 木 新毛是木 于这个木呢 它是当令 但是呢 你当令 也是凶 而且呢 是一个大凶 对吧 那么新毛雷龙 那就是大凶 它在这个火坑 在火坑 或者是呢 它在十二弟子的 正下方 正中间的那一个 那一格的雷龙 它的气呢 比较硬 犹如 这个鬼家的壳一样 坚硬 直冲 这个毛三的正中心 因此呢 大的环境 它就是凶 这个判断呢 你要有 有这个 大环境的意识 不能一看 新毛雷龙 加一比丁物极更新 直筹银毛 尽木 不能看到它是木龙 就认为呢 是当令人而罢 那么大的白天呢 就是说的 一次呢 说新毛原来是绝龙 新毛 原来是绝龙 新毛呢 新毛呢 原来是绝龙 而且呢 它是火坑被绝 火坑被绝 火坑被绝 吃斗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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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是说 它又是绝龙 又是火坑 火坑呢 它是一个 丁材两倍 丁材两倍 而且呢 吃斗瘟 斗瘟 那些又是一些不善不适的人 白天睡觉 晚上行动 这样的人 偷捣 捣贼 捣妾 这样的 叫捣瘟 那么 这个 新毛 新毛来说呢 它是大兄 它是大兄 它是坐在这个火坑 或者说是 十二弟子的 正逐间 正逐间 鬼甲通瘟 因此说呢 新毛原来是绝龙 火坑被绝 火坑的被绝 出导瘟 出导瘟 那么三房先绝 可能是三房 老三 三房 先绝 绝四 绝止 三房先绝 后重防 三房绝了以后 后面就是 一防 二防 一四七防 二五八防 三六九防 因此呢 是 怪在横祸 怪在横祸 修士多 怪在 怪在 横祸 修士多 你看这条龙 因此呢 是一个大熊之龙 大的怀疾就 大的怀疾就不好 因此呢 随便他是一个 当地的旺 但是呢 他所在的位置 是因为在 卯山的正中心 又是火坑 对吧 新毛原来是绝龙 他是绝龙 那么火坑 拜绝 吃倒翁 出来的呢 吃倒翁 三房先绝 后重防 三房 先绝以后 这是呢 一四七防 二五八防 六九防 三房先绝 后重防 怪在横祸 怪在横祸 凶修士多 凶修士多 这个呢 就是 某山下的 第二条龙 第二条龙呢 我们叫他 新毛龙 新毛的是 木龙 那么我们再看 那么某山下面的 最后条龙 那么某山下面的 最后条龙呢 是这个 龟毛 加以北地物质 更新人鬼 直筹赢毛 那就是金融 龟毛 它是金融 我们看看 它是金融 我们 我们所谓的 都盖一盖 正特殊的 写上 龟毛 金融 龟毛 金融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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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龙 加以北地物质 更新人鬼 直筹一毛 对 它是金融 那么 这条龙 从这个 五行神课上 来看 它是金刻木 那么就是 克令这儿 球 克令这儿 是球龙 把它呢 球起来一样 它是凶龙 那么 它是一个 凶龙 或者说 是一个 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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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色下的 龟毛 这种呢 它是凶龙 龟毛 原来是凶毛 凶龙 这个是凶 龟毛 龟毛 龟毛原来是凶龙 它是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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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龟毛原来是凶龙 它是龟毛 金刻木 金刻木呢 是克令这儿为球 球龙 它是凶龙 它是凶龙 这次说 龟毛原来是凶龙 富贵双全 富贵 龟毛原来是凶龙 富贵二字不可能 如果这条龙呢 你不可能 出现了富贵 因为它是凶龙 那么龟毛是凶龙 它是凶 那就这四游丑 四游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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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应 应验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最后呢 也是一个 乙山 二十四游丑的乙山 乙山 第一条龙 它是乙毛 乙毛那是水龙 那就是水生木 生略这儿为修 生略这儿为修 我们说修 尤其是这个修 每一个修呢 它有击有修 拜击拜凶 它叫修 那么我们要看 它是击多还是凶多 那么在这条龙里面呢 是以凶龙来 也就是说 它是凶多几少 凶多几少 以凶来龙 也就是说 乙毛是凶龙 乙毛是凶龙 乙毛 乙毛是凶龙 那么乙毛是凶龙 那就谈非几龙 我们在古书里面讲 乙毛非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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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几龙 那么乙毛非几龙 那它就是凶龙 那它就是凶龙 对吧 乙毛是凶龙 对吧 然后呢就是 在古 寡 乙毛是凶龙 古寡 背诀 那么乙毛是凶龙 古寡 背诀多 出现一些 古寡人 乃古 女寡 或者呢是 成用背诀 事业衰背 这样的就是呢 比较多 乙毛是凶龙 古寡 背诀多 乙毛是凶龙 古寡 背诀多 那么中间的这个 乙塞的最中间 这个是大空王 称之为空王龙 那么空王龙 当然是以修为主 我们再看最后乙塞 最后一条龙 那么在乙塞下面 甲毛乙的乙 乙塞下面呢有一个 乙毛来龙 他是水龙 为凶 还有一个呢是 中间是大空王 称之为空王龙 空王龙不用说 大凶 那么第三条龙呢 就是 乌塞龙 乌塞呢 是木 那么就是当立者望 当立者望 我们看这个乌塞 甲乙 北地 乌鸡 在这里 直筹 银毛 成寺 金 木 那么就是乌塞 是木龙 我们属现在呢 我们先走一下 这个背仔看一看 我们属现在呢 二十四山的大环境之下 看到他每一个的 每一个山呢 分成三格 其中呢 八该四围 最中间的那一格呢 没有字 称之为大空王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用的 这个大环境是凶的 你就 只要是二十四塞 八该四围 也就是说 甲乙秉定 耿性人鬼 前空耿胸 这十二个塞 这中间下的这条龙 那个鸽子 他所占的度数是五度 属于大空王 连字都没有 连字都没有 因此不可以用 那么二十四山的 十二个弟子 子丑一毛 成寺 为生有虚亥 这十二个弟子的中间 这条龙 属于鬼甲空王 鬼甲空王 我们再看 那么以赛下面呢 乌成龙 乌成 乌成呢 我们说是木龙 乌成是木龙 那么以赛呢 也是木 那就是大力者旺 大力者旺 那么七二十八 那就是 吉龙 或者是大吉 那么自己调 吉龙 大吉龙 大力者旺 一次说 乌成七入 必然好 乌成 七入 必然好 他是大吉的 大吉大义的 一次说 乌成 这个联龙的七 必然是好的 乌成七入 必然好 就是乌成 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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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一次呢 吉条龙 是一个大吉 大力的龙 一次说 乌成七入 必然好 他必然呢 就好 富贵 长寿 富贵 长寿 好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富贵 长寿 八明 标 那么好的 表现方式 那就是 既富 富裕 又贵 那就是当官 而且呢 长寿 那就是你的寿命 比较高 也就是富贵 长寿 八明 标 那么如果 见呢 生方或有方 有水 若见 生有水 若见 生有水 若见 生有水 官吏 有卑 那么 木官吏 官吏 生不一 那么 这条龙呢 是一个 急龙 故乘 七入 必然好 富贵 长寿 八明标 若见 生有水 官吏 生不一 也就是说 生发 有发 不要见到水 不要见到水 不管是来水 还是去水 大忌 大忌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 找到这里 下一节课 下一节课呢 我们这节课 讲的是 甲毛乙塞个塞 甲毛乙塞个塞 那么 下一节课呢 我们再看 成修寺 就塞个塞 成修寺 就塞个塞 好 这节课 就到这里 再见 做到这节课 akter которого 然后 应酵 沟 砖 崖 垂 カ 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